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将聊到一些当前的热点议题 尤其是围绕着绿色经济、民主制度以及美国大选的讨论 我们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决力日益加剧 许多人对未来的走向充满疑虑 特别是在面对虚假信息和主流媒体的偏见时 民众的声音似乎变得更加微弱 还有不少人对这次选举的结果表示担忧 甚至有人认为这可能不仅仅是一场选举 而是一场革命 在我们的对话中 大家也提到了对于传统体制的挑战 以及西方与东亚社会在价值观多元化中的不同应对方式 特别是提到美国的民主治理 许多人在思考是否有可能是民主本身在逼迫民众走向极端的选择 还有对于媒体报道的质疑 尤其是如何选择性地放大某些事件 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现实 最后我们也触及了经济议题 尤其是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如何影响房地产市场 以及未来的经济走向可能会如何改变 现在的局势确实充满不确定性 但我们相信无论如何 大家都会持续关注这些议题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西齐说绿色经济是个大一体 Guten Talk 0000说 民主党会坐以待毙吗 肯定不会 尤其是上曝光名单上的人 市里 走着瞧 杨娃娃说 对米地悲观对东大乐观 没道理 民主宪政保驾 黄金时代哈开口的笑脸 小机灵 说 后悔没扫一双川大爷之前 带货的土豪金球鞋 妥妥的硬通货啊 海牙说 主流媒体公信力只有20% 不是因为他们只对了20% 而是因为他们关心的事情只占真实世界的20% 而对80%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高高在上麻木无感 虚假信息 反映的也是真实世界 石木 说 爱荷华的那次民调 是一家还具一定公信力的机构 做出的一次民调 但很快 在随后的民调结果中表明 哈的胜出并不牢靠 不能看一次民调结果 就大张旗鼓说哈领先了 这可能是主流媒体对大选走向的一次误导 实际说 事业爱荷华都最终也不是哈里斯盈 这次也许不只是一次权利 可能也是一场革命 对传统体制价值的根本性颠覆 应该叫职业望者之歌 基本上对于川普不再有什么多少制约 潜质 而是看政策的效果 留下话现阵说 西方发达社会 允许个体持有完全不同 甚至相反的价值观 长期繁荣稳定后 遭遇巨大反差时代 失落的人群 就会依据价值观抱团取暖 发出愤怒的声音 社会对呐喊宽容 对痛苦同情 主流媒体是僵化体制的一部分 其实也不是没有替这些失落者发声 而是这些细分人群为了寻求对自己尊严的承认 要求的更多 东亚的发达社会 日本韩国最近几十年 也是价值观多元化 例如韩国基督徒 数量增长很大 但是价值撕裂的状况远比西方要好 这大概是心如慧荣观点的来历吧 海牙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像罗斯福时代的战时体制 马斯克已命赌国运 海牙说 主流媒体的问题 就是让非主流的声音发布出来 海牙说 即使是权贵 也只能发出部分声音 冰山下面的东西不敢说出来 西齐说 美国世界老大 改变自己也就算了 关键还喜欢改变别人 不听话就揍你 程大厨说 拜登做的不差的 这四年换成川普 未必做的比他好 只能说 在全球性的经济周期下 谁在台上谁倒霉 从拜登退选后一系列表现来看 他是懂大局的 川普赢了也谈不上颠覆吧 说明民主真的有自我修复功能 叶青说 自我修复还是自我伤害 真说不好 程大厨说 那竹鱼也能换成老共 这 叶青说 两者没有对比性 程大厨说 都是精英呀 川娃说 现在的主流媒体 就是选择性的报道 歪曲 事实 推销意识形态 比如说 美国最高法院的堕胎案判决 最高法院说 由联邦霍州自己立法解决 主流媒体就说成 最高法院禁止堕胎 侵犯女性权利 一派胡言 叶青说 选举制度的合法性 来自于选票 所以核心任务是 吸引选票 中共的合法性 来源于发展生产力 所以 任务核心是发展 发展 程大厨说 反正都要为五斗米折腰 Smack Huma说 我向来不认同 什么合法性理论 这是为选票 政治设计的理论 程大厨说 反正那时就和明姐说了 上半年的某个时间点 剧本就写好了 目前完成一半 后面就看川普 会不会完成 他对建制派的转换了 叶青 说 不认同 也得认 合法性问题 不是今天才有的 而是历史上 一直遵守的原则 比如 黄泉天授 程大厨 说 HTPS YTUBCUXDCLYKARU SI等于OMVC 下化线JK JSK 川娃 说 还有就是主流媒体 像疯狗一样 攻击副总统候选人 犯思 人家明明是政治小白 结果被媒体说成 WIRD 整天攻击 结果一上电视 甩那个WALS几十条大街 Yuma说 反正 只要政权没有被推翻 它就是合法的 野青 说 比如台湾岛政权 Yuma说 他认为它是合法的 你将了我一军 留下化线JSK说 罗素韦德案的始末和推翻 成了此次大选的重要议题之一 各选举人团队互相攻击对方 我看却很少解释 两方在此问题上的具体观点 和这个案子的实质内涵 你清楚不清楚 给我们讲讲吧 眼角含笑 川娃说 这次选举美国十个州 有堕胎公投 七个通过更宽松的堕胎法律 三个州坚持原来的 严格堕胎法律 当越来越多的州 通过宽松的法律 全国性立法9水到渠成了 这正是最高法院判决的 基本要素 成大厨说 台湾人真是明灯啊 他们喜欢谁 谁就选不上 海牙说 堕胎平权 都属于选错了议题 立项错了 再多的钱也是打水漂 留下话线称说 经济 川娃 说 这次大选 还有好几个州 对大麻合法化进行公投 大部分都否决了大麻合法化 说明美国还相当保守 天剑说 美国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他们显然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需要再好好学习 川娃 说 民主党最后的议题是 誓死捍卫民主 防止川普当选 成为独裁者希特勒 海牙说 苍白无力 燕剑说 有没有可能是民主 把人逼上希特勒的路呢 海牙说 除了希特勒 还有哪个人被民主逼成了希特勒 全过程民主 会不会把人逼成希特勒 燕剑说 从这次结果来看 很多人判断错了选民的需求 全过程民主选出来的 哪有管选民想法的 小机灵说 高高在上的麻木无感 此处引用海帛 喜极而泣 海牙说 我提前说了多少次 要认真倾听川普支持者的声音 燕剑说 一个也就够了 还需要再选一个 不过有时也真吓人 你说要是有一天 美国国债崩了 选民希望谁来拯救他们的未来呢 海牙说 民主无法避免被选举者变成精神病 美国国债不会崩 除非地球爆炸一百次 天剑说 历史叙事还是要改改了 德国走到那步 俄罗斯走到这步 可不能说什么正义邪恶了 Victor下话献力说 刚也听到一些民主党人的痛苦与悲伤的故事 听我老婆说 她的一个年轻的女同事 哭得很伤心 甚至想去其他国家生活 如一名下话献路说 通胀对底层人民的生活伤害太大 燕斯燕说 你这就太武断了 不过美债崩了 地球真有可能抱一次 勤劳的中国人呢 把世界人民都养起来吧 海牙说 可去巴勒斯坦 Victor下话献力说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亚人说 川普当选 老田气得脸绿了 矫情 跟我换 我这全过成民主 海牙说 岂只是脸 头上都发绿光 Victor下话献力说 他们怕rape女人的 都能当总统 还不用进监狱 真是又气又怕 海牙说 这就是真实的美国 早点意识到 就早一点成熟 福克斯说 这句话前面都是同意 但最后来一句说明 民主的修复 前后有关吗 程大厨说 夜老而遇过了 你来晚了 Huma说 关于合法性的理论 是说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合法性来源 来自选票 选票是体现了 人民的意志的 谁获得的选票最多 就是 获得了人民的授权 就能代表所有人民 我是觉得 这种说法我不认同 你胜选了 也只能代表投票 给你的选民 并不能代表所有选民 没有投票给你的选民 照样不支持你 只是根据投票的规则 认赌服输罢了 燕奸说 我替老习感到高兴 百年未有大变局 Huma说 选票决定的 是当选人的合法性 并不是政权的合法性 如一命下话线路说 上证刚刚翻红了 燕奸说 这都不用看 老大都准备好对策了 10月说 如果民主党胜利了呢 网上又是零一番场景 但既然输了 就承认失败 让赢者高兴 希望赢者做得比自己好 确实很多时候都比现在黑暗 人类都走过来了 天天天说 希望赢者比自己好 老何这话说的有水平 我们每次竞标失败 也会祝福一下客户顺利 当然也加一句 如果不顺利 我们也愿意提供支持 亚人说 填宝国 情下 说 我是指向CIA那么深的深层秘密机构 并非脑子激进的老百姓 不过两者是否好分辨 也未可知 思考的脸 当年背过的政治课内容 张口就来 实验说 众议院的票数还未有结论 所以还不能说四权合一 云深解海 说 众议院的票将验证 本土势力是否打算干件大事 比如重建一个市场 当年拿掉日本后 选了中国 天天说 政治课总不能一直写数学作业吧 云深解海 说 我觉得从伊万卡突然表现来看 川普很可能要干很大的事 但是也要为伊万卡准备好 他自己要当坏人 把伊万卡切开 让他将来扮演好人的抉择 积累政治资本 纯财品感觉 六都得的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抵押贷款利率如同火箭般飙升 直接导致房地产股票遭遇重挫 最新数据显示 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上涨至7.13% 这是我们自今年7月以来未曾见过的高点 市场反应可谓迅速且剧烈 这一波利率上升的背后 是因为特朗普的胜选推动了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进一步影响抵押贷款的走势 大型建筑商的股价如Lenner D.R.Horton和Polte Group等均出现近5%的下跌 零售巨头Home Depot和Lowe's也未能幸免 股价下滑约3% 尽管特朗普的住房计划尚不明朗 但业内人士已经开始关注通胀预期如何影响长期利率 面对不断上升的抵押贷款利率 购房者的每月还款额也水涨船高 让本来梦想置业的家庭感受到压力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随着市场上活跃房屋数量的增加 现有房屋的销售在秋季却出现了异常的激增 未来的市场走向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通胀、经济状况和国债发行 将成为影响利率走势的关键因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小机灵,说 大爷是懂粉丝的喜极而泣 举国操心、姿势体大 10月说 习近平星期31月6日与特朗普同电话 博鑫,说 研究院曲子还挺好听 麻油不论意说 HTTPS VUE News QQ.com A 2024-1105A08AUI00 UID等于8QIF3N5C 6OKOTJZ5 S等于ENCLADE等于News下划线 News下划线 Top&Suite等于8QIF3N5C 6OKOTJZ5 S等于 NC下划线 Buffer等于AID3D20241105A08 AUI003Buffer3D7.540% 3BTS3D17309446 素5053NSign等于 AOE3KOLZJ6 AOCKZKG2F 2FL3C87ROR GIXJ6 NUKRESALEXTRO5 VQR1 EXGTFX 7K71 XAACKBQDTHD0 SORBZN31K1 0TVD9Z0 RBMOE EUROGHN79 SYSGANY RGXMQWI 2BH 2FP 2B79P42 NCURITO等于WX Yang健说 昨天打电话了 直接说 川普与习近平迅速通话 未来美中两条战线 有五战争 和平有望 台海不能开战 川普是历史性的 压道胜利 美国震荡变革 开始点点 今天是2024 1107 Yang健说 写数学作业 看水浒还差不多吧 喜极而泣 他打算什么时候 和赖清德通话 思考的脸 天健说 那不能 水浒也是政治书 上课不能看课外辅导书 Fox说 夏姐 班长 中国人这套政治理论 从初中就开始刻在骨子里了 体量也非常大 在这方面 洋人小孩训练不够 麻油不论一说 HTTPS MP Waxin QQ.com S612RG RV8 DCG0 IGL 下滑线 A4ECUPG 情下 说 中国特色带冷汗的笑 李佑说 欧洲 对俄罗斯是军事上的恐惧 对中国 是经济上的恐惧 至少丹麦政府是这个看法 云深解海 说 对经济为什么要恐惧 经济互利互惠啊 为什么要恐惧别国经济 而且地缘上差了十万八千里 经济上对中国恐惧 怕是他们政治上本来就有鬼吧 天见说 是情解 对了何老板 直播大选的节目里 您说齐博判断川普会横扫摇摆州 他是依据什么判断的呢 施业说 他之前也说过 昨天下午也说了 他的作业点是定期 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 天见说 以后中国听老何 美国听齐博 八卦听小杨 李佑说 以前还要统治者来 民可是愚知 现在都不是愚民 都认为自己个体思维认知是处于高水准的 而事实上 都是在政治远见上还处于愚昧状态 这番话说完 我自己都觉得拗口 施业说 我对中国也不大了解 燕契说 您对中国拍脑门就行 拍出来的都值得参考 思考 值一顿烧烤 塞纳一善意说 中国出口按美元计 同比增长12.7% 但按人民币计 11.2% 然后海关按11.2% 这是故意压低数额吗 程大厨说 老何不该说民调不准呢 2020最准的 Atlas Intel 这次选前依旧很准 基本显示 川普横扫摇摆周 向闲银客也是按照民调做的研究吧 Lio说 你这绿悠悠低 让人发慌 不利中国股市 颜色不能调一下 Tiancien说 我这不是在墙外吗 绿色好 经济 环保 还扬眼 匀深解海 说 他炒美股 实验说 我没有看所有的民调 Tiancien说 民调都是五五开 最后川普大胜 大厨还说靠谱 Yaron说 川大制胜 今天跌停了 Tiancien说 老何氏考虑的所有数学模型 都五五开 不合常理 所以说民调要谨慎看 事实上就是应该谨慎 Yaron说 哎甜点 我的华子快要解套了 Yancien说 驯飞呢 Yaron说 驯飞也快了 Yancien说 那你现在见到回头前了 Liu说 炒股 难道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套 喜极而泣 Yancien说 为了支持国家经济发展 Maya不冷一说 乔治开门绿的 好像从前没见过这么飙 金山说 为什么还跌停 Yaron说 预期实现 收钱走人 Yancien说 不要感谢班长了 我这头像也是BPN闹的 程大厨说 没以前粉嫩了 Liu说 班长这面色如果不调理一番 以后中国股市跌宕的时候 大概都不敢出来发言了 怕成为众矢之地 喜极而泣 程大厨说 也好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Yancien说 老习都说了 要和国际标准接轨 力说明是上升走势 Liu说 嗯 这话你留着 到时候跟中国股民同志们说 川娃 说 VPN是出强绿别人 怎么把自己绿了 程大厨说 川普赢了 川粉也算出头了 不遮遮掩掩了 Yancien说 你们这帮老帮菜 就抱着中华糟粕不忘 福克斯说 当地时间11月6日 来自自民党的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 遭总理舒尔茨解职 路透社形容 在欧盟为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忐忑之际 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陷入政治混乱 舒尔茨表示 他失去了对于林德纳的信任 并指责林德纳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他说 他一直在寻求一种 旨在解决长期分歧的解决方案 即如何在不让国家陷入混乱的情况下 堵住数十亿欧元的预算漏洞 但林德纳并未表现出实施这一方案的意愿 舒尔茨言辞激烈地指责林德纳自负 卑鄙 拒绝妥协 且在不安全感日益增加的时候 使用心胸狭窄的党派政治策略 他对德国民众说 解职林德纳是一个必要的决定 晚些时候 林德纳也举行记者会与舒尔茨针锋相对 据他所说 舒尔茨曾试图强迫他打破宪法规定的支出上限 而他拒绝支持这一举措 他告诉记者 舒尔茨拒绝承认我们的国家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舒尔茨已经表明 他没有能力给他的国家带来新的推动力 当天 德国自民党议会党团领袖克里斯蒂安·杜尔宣布 该党派将撤回舒尔茨政府中的所有成员 这标志着于2021年底组建的红绿灯政府联盟正式结束 德媒解释称 舒尔茨此举是为了提前选举铺平道路 提前选举在德国极为罕见 受德国宪法约束 需要获得议会等多个宪法机构的批准 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元首总统的批准 当政府在政治危机期间失去议会信任时 总理可在21天内正式要求总统解散议会 并在60天内提前举行大选 德国大选原计划于明年9月举行 路透社也说 这意味着若舒尔茨政府明年1月没有通过信任投票 德国大选可能会在明年3月底举行 比原计划提前6个月 Champing下话线WU说 川普自己的股票都跌很多了 何况概念股Joy Liu说本来可以是惊天大案 在美国大选的热闹中 连的小浪花都算勉强 BMV都不会关心他 Fox说 一欧美政治家现在日常的发言 口炮连连 就在六度聊天室里都是要被批评的 二 你知道林德纳的新经济政策是什么 今天A股的盘面非常非常纠结 本应该往下 有人再升扛了 留下话线Chain说 这一长文中最有意义的 对我来说 一段话是宪法对行政危机的约束 这是典型的欧陆风格 和美国完全不同 议会对行政当局的不信任 可以导致罢免行政当局的重新选举 而新的行政团队上位 议会又会给他在具体工作中的足够授权 不会像美国两院一样处处撤走 非常有意思 程大厨说 嗯 阿里森特的CEO准备揭露了 那这么看老何也没说错 例如说 我还没睡醒 即便醒来 也是一问三不知 嗯 也不会像中国那样 觉得宪法哪条不合适了 就与笔改一下 留下话线Chain说 也没这么邪乎 谁想改就拿笔一华拉 美国也有几十条宪法修正案 建国二百多年以后还有修正案通过 中国有宪法百年还不到 不过宪法是严肃的 这个咱们这里 我们这里 还不规范 这几年才开始宪法宣誓 不知道江平老先生 坚持宪法维护的领军人物 会不会认为这和民法典一样 都是里程碑里的一步 例如说 这个炒一下 有希望炒到协价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好 好